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915集 师门败类 一句是 如果在墓中遇到危机 可以说出你忘记与那人的约定了吗 另一句话是 今晚有大雨 记得带雨句 公孙向阳立刻望向窗外 蒙蒙细雨 这场秋雨证明了那位高人拥有预测天气的能力 前一句什么意思 他脸色严肃 却又难耐好奇 公孙秀没有直接回答继续说道 昨夜进幕后 我们在主墓室遭遇古事 原本是必死无疑的 我想着试一试这句话也无妨 于是大声说了出来 结果 结果怎么样 公孙向阳身子微微前倾 古事果然罢手 没有杀我们 公孙向阳瞳孔微不可查地收缩了一下 分析道 那位高人和古事有交集 约定 是不是正因为那位高人的存在 所以古事一直待在墓中 没有出来作乱 公孙秀点头 给予肯定的答复 古事是被那位高人封印的 墓穴中的坍塌 正是两人交手所致 这一切发生时间不足一年 随后那位高人出现在墓中 似乎与古事进行了深谈 我能感觉出古事非常忌惮他 非常忌惮他 一个邪义可怕的古事非常忌惮他 公孙向阳盯着女儿的眼睛 后来呢 那位高人还有出现吗 知不知道他的根脚 公孙秀露出一抹敬仰 我试探过他的身份 他没直言 但留了一首诗 什么诗 公孙向阳声调陡然拔高 得道年来八百秋 不曾飞剑取人头 玉皇位有天福智 且获乌金混世流 得道年来八百秋 公孙向阳紧握拳头 微微颤抖 秀儿 你遇到了隐士的高手 不 是游戏人间的高手 这是大机缘 真正的大机缘啊 三品高手当时都是凤毛麟角 但踏入这个境界的高人 拥有漫长寿源 几千年下来总能积累一些的 这些高人要么隐士不出 要么游戏人间 便是见到了 你也认不出来 能结识这样一位高人 是何等的机缘 爹就知道你是有大福分的孩子 选你做家主是最正确的决定 他一脸的兴奋和激动 爹 那位高人走之前交代过 不得再入大漠 并且嘱咐我们守护好大漠 不能让人进去 尤其是江湖散人 公孙向阳平复情绪汗首 这是应该的 古诗出事 庸州不得安宁 我们也就不得安宁 江湖势力的地盘意识很强 享福的同时 也会尽量维护一方安稳 因为这也是在维护 他们自己的利益 朝廷纵容江湖帮派 不管是王真文还是魏冤 都没有刻意去打压 原因就在于此 一个守规矩的江湖势力 对治安其实是起到积极作用的 真正的不稳定因素是什么 是那些四处浪迹的散人 那些家伙食不杀一人 事了服一去 并且还能深藏公与名 无以利犯禁 多指这部分人 但不能完全由我们公孙家来扛 我稍后拜访一下龙神堡 把大漠的情况告诉雷宝主 不管怎样 你要把他们拖下水 公孙向阳说完思考了几秒 派人去问问王继渔房的人 记不记得那位高人 再派人在城里暗中打探 如果能找到他 爹亲自上门拜访 找不到就罢了 云雾缭绕 仙山若隐若现 白鹤提脚 猿猴攀岩 兵夷援军脚踏仙鹤一妹翻飞 身下是缭绕着云雾的一座座仙山 仙鹤震翅 带着他朝主风掠去 不多时 一座巍峨的仙公出现 他掩映在四季长青的林莽间 傲力封顶 兵夷援军琉璃般清澈的美眸里 闪过一道红光 对面摇摇飞来一道红灵 缠着一位先锋道骨的中年道士 玄成师兄 兵夷援军红唇清起 声音宛如冰块碰撞 清冷月儿 兵夷师妹 玄成道长汉手 表情同样冷漠如霜 两人不再多说 驾驭着各自的坐骑法器 向着仙公而去 降落在仙公外的巨大广场 仙公巍峨 十八根立柱撑起高高的穹顶 一条红毯通向宫殿尽头 红毯尽头 两丈高的台积上 盘坐着一位悬色道袍的老人 他须发洁白 头顶莲花罐 盘坐在洁白的莲花枝上 脑后有一道四色轮转的光运 象征着地风水火 红毯两侧站着七位道士 昆馆前馆皆有 一个个眸子流离 冷漠无情的模样 同样冷漠无情的兵仪援军 和玄成道长飞入大殿 冷冰冰的行礼 冷冰冰的开口 天真 盘坐在莲花台 身穿玄色道袍的老人 低眉闭目恍然不绝 但他的声音回荡在殿内 有弟子传回情报 李妙真入室两年 成了明镇中原的飞燕女侠 兵仪援军淡淡说道 先入室再出室 甚好 李妙真是他的亲传弟子 天罪依旧低眉闭目 像是睡着了 声音飘渺回荡 他先行侠仗义 劫富济贫 名誉中原 后于云州组织军队剿匪 得大奉朝廷和民间赞誉 不久前 大奉皇帝被诛 他一身在其中 兵仪 你教的是江湖大侠 还是天宗弟子 天宗弟子入室修行 须把握分寸 入室不能沉沦 李妙真已然走错道路 他为天宗圣女 是门中弟子的典范 兵仪援军冷冰冰的 天尊想让我如何 捉拿李妙真回宗门 重新研读天宗宝典 尊法旨 玄城道长看向天尊 天尊赵师弟又为何事 圣子一年前失踪 玄城道长看一眼兵仪援军 弟子这就下山寻找 捉拿圣子回宗门 重新研读天宗宝典 这是何意 他入江湖之后 一年中 与超过百位的女子 结下情缘 玄城道长冷若冰霜的脸庞 轻轻地抽搐一下 一位女贯冷冰冰地说道 天尊 不如废去圣子圣女 另立新人 这两名师们败位 便逐出天宗吧 天尊不说话 低眉闭目 像是说一招了 谢谢